现在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洛杉矶地区的尔湾市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天 我有一个客户要搬家 租的房子到期了,今天一定要搬 但是新买的房子还没有过户 这里就是客户租的房子 现在看起来比较乱,因为是在收拾东西 同时我还要让各个方面去协调和配合 按时的完成过户 刚才我已经拉了一车东西了 现在要去新买的房子那里 今年整个洛杉矶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爆 所以很多银行只要好的贷款方案 基本上业务量都爆掉 所以时间都会拖得很长很长 现在咱们要到了客户买房子的这个小区了 咱们进去以后先把东西放下 坐那以后我还是要再打电话 再发短信来盯进度 今天因为下午很多部门都两三点就下班了 所以一定要赶在之前把所有的环节完成 最近的三天基本上我已经动了我所有的资源了 而且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如果今天搞不定这个过户的话 这客户人可能晚上可以去旅馆住 但是东西确实是没地放了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完成它 刚才我停下车发了一个邮件 打了电话 银行刚才是已经放款了 现在就等过户公司过户 中间有一段没拍这个视频 因为太忙了 现在是已经拿到钥匙的状态了 就是完成过户了 终于终于最后就完成了 然后东西已经搬进来一些了 咱们看看这个地块 整个楼盘最棒的地块就是这个了 你看这个院子有多大 这个地块当初卖了之后 还有很多经纪人发朋友圈 有的客户转给我的 说开发商把这个最好的地块便宜给卖了 那也说明我这个客户赚到便宜了 开发商刚才问我 说你搞这么惊险 为什么当初不用更快的贷款方案呢 其实我当然要选择对客户最有利的 但是谁知道今年年底是这种情况呢 现在呢我们回到了这个老房子这里 然后再装一车继续拉过去 你别看租房子 其实呢这些东西都不少的 家里呢过碗瓢盆各种用具呢 也能满满的装几大车 我们今天呢一共是装了六车 现在呢东西都装满了 准备拉过去了 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2020年的最后一天 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也算是很圆满了 现在呢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 天也黑了 准备回家了 明天就是1月1号了 在这里呢也祝大家2021年身体健康和顺吉祥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